原标题 成人奶妈地下交易 不只是挑衅公序 两俗心惊爆坏平成人喝人奶 无论间接喝还是直接喝 无论追求进步还是寻求刺激 都是一种定态心理 不良价值观的体现 道德和法律皆难容 据澎湃新闻报道 8月下旬 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自称为宝妈的人 利用社交平台以每代几十元的价格 出售冷冻人乳 2000年 原卫生部法监司在相关批复中明确指出 人体奴乳不是一般的食品资源 不能作为商品进行生产经营 其实 类似违法犯罪行为有先例 2014年公安部侦破的成人奶妈网站 组织卖淫案就曾引发广泛关注